来到咱们天津卫视效力相应节目 特别的高兴 对 尤其是跟我们的恩师艺术家同台演出 相声演员搭档如夫妻 没错 这就是我媳妇 是吧 这我媳妇 多好 这大胖媳妇多好 是不是 对 一般人不要这个 对 就是不会怀孕 就是 是吧 就说这关系 什么关系 而且我们哥俩呢比较特殊 我们就在天津中国北方区域学校学的相声 就是学艺 工作在北京 对 但是我们哥俩也不是天津人 也不是北京人 不是 来自于哪儿呢 小地方 小地方 我们哥俩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对 对面的唐山市 我们人 哎呀 兄弟 台湾对面是唐山 这么说不是显得咱家乡地儿大吗 不行啊 地理书上拿手指头凉还差着一打多呢 就是关系好 好也好 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有时候我就琢磨呀 咱俩关系好不好 好 是不是像亲兄弟 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啊 这是什么词啊这是 咱们哥俩现在关系就这么好 你说咱要到咱师父那岁数 咱俩得好成什么呀 咱俩得好的就剩一个人了 是不是 你琢磨吗 到那时候 哎 一人你琢磨 兄弟兄弟 啊 那咱俩谁先走啊 哪谁先走啊 什么就剩一个人了 应该呢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你当我驴里啊 跟一个人似的 跟一个人 剩一个人 对 你想想 最后不还是一个人吗 非得走一个 你想你这人说话 非得走一个 你要说哥你要说 今儿非得走一个 那兄弟我先走 别这样我先走 行 这回这剧怎么不争了这剧 我还不了解你啊 怎么着 咱们俩认识那么多年 我太了解他了 我还怎么不跟你争了 我再争一句 你准得说行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 跟朋友介绍介绍 这是我搭档 我跟你说 就是损 坏门 谁坏啊 你 这是你说的啊 我说怎么了 行 今天呢 咱那个晚会的主题叫搭档 对 当着各位观众的面 咱就说说咱俩的老友计好不好 老友计 对呀 算计的计 朋友们 哎呦妈咦 我好好介绍我这搭档 陈希 你瞧这模样 你让大伙看好了 你瞧这模样 都看好了吧 你看什么呀 不要人 长得跟东伙似的 对啊 不算你啊 看着挺老实 胖伦敦挺老实 一肚子坏水 怎么回事 这么多年 你给我使得坏还少啊 我什么时候跟你使过坏 我就问你刚才 刚才在后台 我手机电话本里那名字 谁改的 怎么回事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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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手机啊 太损了各位 刚才在后台 趁我不注意 把我手机拿过来 把他 我存他的电号码 名字改了 我原来存的叫陈希 您猜他改的什么 马迹 我师爷呀 最可气 我正上厕所的 他给我打电话 你琢磨琢磨 我在这蹲着 我手机一响 出现马迹这俩子 我什么心情 是不是感觉特亲切 我天都塌了 我以为我师爷找我有事让我过去一趟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你这老吉 干嘛呀 我跟你说啊 这事可不是我干嘛 谁干的 李丁 嗯 知道吗 就那个 就那个土拨鼠成精那个 打牙 他 你甭我来这套 全世界除了我媳妇知道我手机密码就是你 知道吗 损吧你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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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意思就我损的 那当然了 就前两天他办那事我给大伙说说 我前两天 前两天我们朋友一块聚会 知道吧 我说我有事我晚到一会儿 就因为我晚到这么一会儿 他 把2.5升的大可乐 给我换成正宗山西老陈醋了 我一进门还 你少说了一个 冰镇的老陈 你闭嘴吧你 我一进门 他来了啊 哥 渴了吧 外边气多热 先别给我哥倒酒 来点冰镇饮料 朋友们 我确实渴了 就我这一口下去 眼睛都给我酸瞎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讹人 讹什么人 你让大伙听听 醋能把眼睛酸瞎了吗 哥哥哥 哥哥哥 你误会我了 不是说我故意我祸害你 怎么着 我给你喝那是新款的 就那味儿知道吗 什么 就那味儿新款的 就那味儿 什么新款呢 新款的 正宗山西老可乐啊 是怎么着 你瞧你这人 你瞧你这人 你比我大 我得叫哥跟你斗鸡了 废话 你跟个小孩似的 这人 我刚才喝完的醋 我世界都毁了 我感觉 你能不能别像个孩子似的 那么大岁数 我像个孩子 你能不能干点大人的事 我没过情